陆军某部的工坊里 迎来了一个久违的老朋友 这位老人叫严章庚 国庆前夕 他受邀回到老部队 重温过去那段 与火炮试验和数学计算 打交道的时光 这个炮 我坐在那边什么交叉呢 计算员 思验员 退休前的五十多年间 严章庚一直从事着火炮外弹道试验 和射表技术研究 炮弹出唐后 风向 风速 气压等不同因素 都影响着炮弹在高速运动时的轨迹 射表技术就是运用数学模型的方法 把各种不同条件下 火炮射击的弹道计算出来 射表的精度越高 火炮射击的命中率就越高 1963年 西北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 严章庚来到了部队 当时 从万国牌起步的中国常规兵器事业 刚刚升出羽翼 当时我们这个公关的方向呢 就是要这个扁你一本 警动高 设计似乎用大量少 扁一个要非常符合我国国强的射表 20世纪70年代初 严章庚奉命编制某火炮榴弹射表 射表编出后 与外国权威的三个标准进行对比 结果竟然相差甚远 我就怀疑你这个标准不对 人家说的那个三个标准 是三套数学公式 几乎那个时候 我天天晚上都加班 加班就看看这些 他怎么来的 后来我去把它融清除了 融清除以后 你这三套标准 在理论上不成的 质疑权威的正确性 在当时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严章庚力排众议 撰写了三篇论文 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把场专门调拨200多发炮弹进行实验 在工作中 严章庚曾荣获很多第一 但是在他眼中 自己永远是一个 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 夏天学习要砸个把上 要学习在把上干一辈子 很用心的 我也确实干了一辈子 到退学的时候 我已经75岁了 窑洞宿舍早已成为历史 再次来到年轻时住过的地方 袁章庚依然怀念 那时挑灯夜战做计算的时光 没感到什么家库 我们那个时候 不是说这个高级楼房就很兴富 吃那个就很坚固 没那个感觉 你没有地方住吗 我有个地方住就行了 在那边还可以转翻 我家书来了 有货都可以转翻 退休之后 袁章庚没有停止学习 依然在钻研数学问题 一辈子就干好数学计算这一件事 这份对事业的执着和热情 让后辈们也为之感动 我们这一代青年官兵 就要继承和发扬 严章庚将军身上那种 敢于挑战 务实创新的精神 不断坚定干事创业信念 持续夯实专业理论知识 勇于挑战 奋力进取 为陆军武器装备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